謝謝各位 今天來看家 那�도式的公司 一潟的藝人絲 一潟一潟 這會離那種已經上次很久了 好像一般當… 現在很多醫生 做過多少有的一些疾問經驗 那我本身理事研究 大概兩三年 我覺得它總算來講 這研究是 可以看促進看眼 不太實說 最主要是 有今後悔悲悲悲悲悲的 那當然 我覺得對它的整體光學 我們也跟到一些現案還有新努力 一些衣服的衣服品 我們今天也就是共主要來解的 那我們今天也要保險 大家可以在那邊講美食 然後聽一些 如果還有一個新的表演選 可能是被我們來講 我們除了穿過一些大場的 這些愛 然後或者是 我們也有辦法 或者是新的一些表演選擇 我們有些新的選擇 可以選擇 那我想我們對話不說 我們就先請中山故意的主任 我們就先來為我們講解 他最終的表演選擇 我們要先來為我們講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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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學奇異博士 今天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和平四大的一個 塔庫義局的一個名師 他正好沒隊成區 他英文很好 所以 那我就先 我會介紹我自己 我們繼續往下開始 好 那我再講 是一些Liberty的特色 跟一些Case的分享 來請往下 Liberty是目前 市面上唯一一個 七圈的 烙色的一個 多張的能工水護品 來繼續 那 他希望說 他可以給 Liberty 就是一個自由的意思 他希望讓病人的Vision 是得到一個 勢力的治療 所以他這個Vision Pontra 這個公司 是瑞士的 基礎人的公司 去 第八名 來 那這幾年 好像在 ESC 還是 2018 那些 就是大概也在歐洲 目前打開很多事情 請繼續 請繼續 那 其實我覺得三交 就是這種 多交情形 魚與熊掌 不可能得監 他 最大問題 請下一張 像 欸 這裡 等一下 因為我們看Vity 跟Pent Optics 那 就像 剛才陳三組員講的 就是說 我們做嚴交型的 人工水晶體 他就遇到 Near Near就是不太 主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像Vity 它的圈 就是比較小 那 其實現在的 主流的水晶體 目前未來的總項 他應該是把這些 具有光學功能的圈 越變越小的趨勢 可是他近的就是看不太大 那 Night Time Herald 他盡量把它降到最底 可是我看Pent Optics 他很棒 他遠動近都不錯 可是 Night Time Herald 就是YES 據所謂Youtube看 都是這樣 他就說 你就必須承認 多交情形 Night Time Herald 就是他有這個限制在 所以 Night Time Herald 是完美的 沒有人工學 你是完美的 沒有完美的 所以在 跟患者溝通的時候 你一定要來解他的需求 他想要什麼 我們不要硬推 然後 了解他的需求之後 我們知道 禁忌症 跟 Indicated 很多Indication 比如說晚上開設很長的 就不要放多焦點 不知道 但是療完之後 才做下一步的步驟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三交的一個困境 魚與熊掌 都能得見 你要看近的 你就是要犧牲 你還要看Herald 來 繼續下一張 那 我覺得 那 我覺得 他們做這個禮物體 現在最重要就是 他把烙色水變灑 就上面寫的 那 我們 For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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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遠中近 Far 他造成的 光學上的一些 烙色的 比較灑 烙色水很多 他就會有很多雜訊 這雜訊 包括 好 甚至地理會下降 都會因此 而發這場 其下一個 所以 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一些 光學模擬 那 那 下一張 下一張是動畫 對不起 下一張是動畫 這是葉西亞寫動畫 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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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他瞳孔 放大的時候 下面是瞳孔的孔徑 到四點多 就是夜間的時候 在水光出光 微縮到 瞳孔很小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這個時候 我們去看這個光的走向 是怎麼樣 是讓我們去遺棄說 這個能耗水晶晶的優良與否 很重要的做法 所以我們看 在瞳孔很大 大概四到 四點五到五AM的時候 所以 第一位提 他的左上角 他的 他的一些炫滑的線 他會比較少 Penoptis 就會有幾個點 如果在旁邊 就是HALO 白衣卷跟Lisa 都還是有一點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他有七圈的設計 比較特別 就是說 看Line Loss 他的光的Line Loss 大概只有一十一 所以他Penoptis 十二 HALO HALO 這如果在很大的螢幕 在夜間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差距 那LISA 他只有一些七圈 那Penoptis 也慢慢減少 剩下十五圈 然後是七圈 十五圈 Synergy Lisa 二十到二十幾圈 Davage 十五圈 HALO HALO 那 這是他二十二十的離焦曲線 我們看Line Loss 是紅色的 目前還是 他們做的時間 還是 目前是最好的 那這個圖 我想是 最重要的圖 就是他怎麼去設計 這個EPS 這個東西 我們先看這個 虛線的部分 虛線的部分 是舊的燃光水晶體 這個中間的部分 就是銅光網正中壓 那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 比較 就是突 我們知道突透鏡 就是一個 收距的效果 所以 光從前面往下降 收距的效果 中間是看鏡的 那我看這個三角形 三角形 那我們繼續 思考它 就是 它也是 往內收距 但是它就是負責 Ethermedia 或者是 寄照Ethermedia 那 它往外面擴展 那 可是我看 這個藍色就是 Liberty這個新的做法 新的做法就是 它要把 突的變得更突 更突的話 我們大家高中 物理學 更突的話 它成月橋 近的被它引現式 所以它有近的 拉橋 那可是它三角形 是往外移動的 那這有七圈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它往外移動 它這個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我們看這個光 就是一個平行的光 往外 所以它的做法就是 讓鏡子更強 讓Ethermedia更強 所以我們看它 那個 虛線的是原本的做法 新的做法的話 它就是藍線的 我們把它Ethermedia拉長 所以它的三角的原理是這樣 所以 忘了一件事情 搞懂它 對 哎 往外線 對不起 是這個臉 這一個 所以我們看這個 中距離的部分 被它用這個方法 往外移動的方法 這三角形的三角形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還有些 Apple的IH 就是讓它縮短的 這個就是縮矮一點 這是後面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看我們在一個體的 遠距離 通常放在夜間的時候 這個通常最大5.0am的時候 它的這個藍色的這個法的 進光量 可以大到80% 那其他的 像 它們的Fine Legion 或者是菜式的 其實在夜間的時候 這個5.0通常放最大的時候 大概 我算是70 甚至是 70出頭而已 所以它的進光量往上來說 還是最大的 所以這就是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它夜間炫光的時候 導射出圈數比較少 然後它周邊的光 竟然很多 所以它可以 讓夜間的開設 這個私利 可以還是得到很老的能量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看看 所以這是新的這個 Liberty 那它的Ethermedia 就是剛才那個原理 把這個光給補償起來 它就看其他補償的效果 像 涅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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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百貓我個人 就是不太行 所以 它其實 75%的地方 它整個 都射圈其實是 最 25% 所以它其實其它的部分 光是非常非常的 足夠的 它只有三個 3mm的大小只有7圈 所以我們做一些MTF的功能 就是等下會有圖片來測試它 大家用3mm的開口 或是5mm開口的時候 一個體的表現目前還是 非常的硬的標誌 那這是另外一個圖 就是 這個上面也是統統在大小的變化 那這個統統現在越小 小的時候我們看 這是近的就是遠的 近中遠 那這個統統慢慢擴大的時候 到最後最大的時候 近跟遠的都還是 這個看風險是 不夠的清楚 那接下來就看幾篇文獻的 這個發表 就是 就比較一下視覺的這些品質 還有方選真這些 不同設計的老花眼的這種 人工水經濟 那我發現這樣 像地板體在 超過20、20的視力 大概都有80到9成 然後Lisa大概才6成到7成9 那超過0.8將近快100 然後 然後 大概這個Lisa大概8成到9成 其實Lisa大概是 2015年到2016年之間的產品 所以我也是蠻佩服 一個體驗公司 大概自己呢 努力去把多焦這東西 再做得更好 那3個月後的視力跟 12個月後的視力 大概百分之88的眼睛 震幅都差不了50度 所以蠻穩定的 那在 在遠的視力的表現 就是在Lisa的表現 比較的話 Lisa的表現都算過 那在 眼鏡的 就不需要戴眼鏡的比例 那Lisa的目前這幾片研究 幾乎都是百分之百到九成 那其他各項 就像人家的視力局 還需要 有些情況下 來戴眼鏡 那 那 這個就是說 一些方法 讓它變得比較 好一點 像這些 這些東西 那Up and Younger 越高的話 再把表現越好 目前看起來 Lisa的T2D 也是 越好的 這也是說 它比較優秀 那 白天的對比度高 因為 從我們家小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因為它走七圈高 這個網子 佔25% 那旁邊都沒有 其他 是把其實 夜間高的 對比度 也給達到 那 這是個法國的儀式 它要開上千億億的情況 所以 目前它的 滿意度是非常的高 那 這是它的設計 我給大家看看 那 我覺得它這個C 是一個 這個大的 這個C 不是像這個 Payout 這種C 其實在 原理上它還是有點 T2D 會有一些T2D的風險 因為 它有時候T2D 這對 多膠會比較吃虧 那 四環的是當然 最小 不過四環 到這圈又多 然後 放的時候 尾巴有時候比較困難 所以這個大的 這個C 它也比較不會T2D 來 滿一點辦法放 這是它的影片 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這影片 還沒有很理想 因為我覺得它 它一開始 放的時候 這個地方 我就會注意 讓它 慢就是快 快就是慢 我就會慢慢讓它整開 所以它沒有撐開 就硬去 堵進去 然後後腳也在外面 然後後腳也在外面 像我的話 我一定是前腳 慢慢撐開 位置都對了 然後後腳張開 然後我會用 然後我會用 把後腳壓一壓 這個 後面這個甚至 有時候好像放了 我連第二次 這個 I-L的護盒 我就不用了 就是壓一下就好 好 就是分享幾個案例 像我就是說 公開人家說 你要先用病人 病人癌 他的需求是什麼 那第一個就是說 他 我就說你想要做什麼 蓋完高枕 他就想要留三分鐘 然後 之後留三分鐘 他就不想戴眼鏡 他說對 那我就說 那這個器材要設定 好 設計 你看成這樣 我就說好 速前的話 因為他另外眼睛 還是有點 視力是很好的 所以我這個 這個眼鏡是比較差 一點私 那附在一體 我們的 我們是用 電子病例 所以這些都是 這是技術的人 有提上去的 所以 提什麼就是什麼 你們沒有手寫的 就是他沒打什麼 你們就只能接受他 來自他瀉前的眼鏡 所以 前面真的閃光 那手術後 我也有故意 給他留一點點 近視一點點 對 我自己也是一點點 原中心都看得很清楚 那 這是我故意拍的 就是上場之後 其實這 這其實全 沒有其他 那其實我放進去之後 我就 洗乾淨一點 我跟媽媽都不太轉他 所以這 真的還不錯 那第二個 是我的同學的媽媽 她也是想要把眼鏡 推銷之後 什麼事都不想做 那 那 她本身 視力就很好 這個也是 那不過就是很 很dance 那 也是沒有什麼閃光 那 後來看她 目前都是1.0 那 我還是會差一點點 就是故意留意 其實是 因為 原常是說0度 我是 覺得 沒有關係 那 因為她是我同學的媽媽 我常常看她說 你媽媽覺得 幹性能力 非常清楚 看得 J1 1.0就是J1 就是J1 這個都技術 我們沒辦法做什麼 她寫什麼 我們就知識什麼 那 第三 案例是一個46歲的 同學老師 這個就比較難查 她是物理系畢業的 物理碩士 然後我就叫她學幾年 因為我們都是台大 然後 她是 當中物理有中學老師 然後我問她說 你需要什麼 我需要買考卷 我需要看書 然後因為要送審查 所以 她有沒有問過很多意見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 那 這個眼睛 我們就先送手查 那如果有個眼中鏡頭 她說七圈到色環 然後因為她懂物理 我就說 那 這個東西先給你了解一下 或者要想一下 然後我們再討論一下 然後 後來討論就說 她就決定要接受這個 因為她說 越多到色環 就是越多的雜訊 整次地步的下降 這大多短 那我說 那七圈你要試試看 她說 好 我覺得這給你可惜 對 E-Words 就是 她要顧一下 那 我們有送閃 沒有通過 那 那時候沒有閃光片 但是我覺得她那時候 以前閃光 我就說 看 我們要配S一下 那她可以結射 那現在束後就是 1.0 然後 另外一個眼睛 因為還沒通過 所以我們先戴 那個 一個RGP 那左邊勢力就是 開完刀就是1.0 然後我想說 眼光鏡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我要改靠片 然後開車都可以 所以 這是幾個案例 一個一個原理的分享 謝謝今天有這個資訊 給大家分享 謝謝主任 那個 我們優勢的東西 的一些 最后一些 我們全方位的一個水晶體 讓醫師們呢 可以邊享用 邊聽一下 我們優勢的 在近期呢 有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好 那首先呢 我就是非常謝謝各位醫師 利用你們寶貴的時間 來到我們優勢的的參會 非常的感謝 那我想 我們優勢的公司 今天 基本上我們都是代理 相當優質 而且具有競爭性的產品 給我們第一線的醫師 那在今天部分呢 我會針對就是 我們優勢的公司呢 全系列的這個水晶體 做一個分享 首先我們在PPT上面 可以看到 就是說 我們公司呢 也在這個水晶體方面呢 有做非常的嚴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水晶體的部分 我們是來自於歐美的各個國家 在當地相當有口碑的水晶體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PPT喔 好 那我們的PPT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 PPT的畫面喔 原則上 從健保片 單焦點 短焦 雙焦 長焦 跟這個三焦點 以及我們最特殊的一個疊價式水晶體喔 我們優勢的都已經帶領的相當的齊全 我想我們公司的水晶體喔 目前已經非常符合健保鼠的價格帶的水晶體喔 那為的就是要提供給我們的醫師呢 在病人不同的需求 給他們做最好的選擇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基本上我們這是健保片 我們健保片是來自於美國Tekia這家公司喔 那它也是全台灣目前唯一 綠藍光的黃片的 黃色的這個健保的水晶體 那我們知道說健保片 基本上它都是透明片嘛 那如果說我們第一線醫師 碰到病患 他如果覺得說 欸我想用健保片 那我希望能夠有沒有綠藍光啊 然後我想要有黃片的需求 那非常歡迎我們的醫師 我可以跟我們當區的業務來做接洽 我們又是有提供這個Tekia的水晶體健保片 它是來自美國 好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單膠點 單膠點水晶體 它是來自於 全球的第二大水晶體製造商Medicounter 那它目前是來自於瑞士的製造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單膠點部分 它是輸水性的地板型的水晶體 所以置入非常的方便 那雖然它是做這個單膠飛球面 可是原廠一點都不馬坡 因為它的ABNAPLE的係數有高達五十八 也就是說它的對比敏感度是高達五十八 也是業界最多的 那就是說 病人在使用起來的話呢 就是說它的對比敏感度啊 這個色澤的飽和度會最漂亮 那它的材質呢 也不會產生 它是這個相比泡泡或一泡的情形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LUCIDIS雙焦點 剛才我們主任已經有非常精彩的分享了 那它是來自於瑞士 然後它是透過專利的全食對焦 因為它完全不做落色 所以完全不會有夜間炫光跟色散的問題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是 在我們明年2023年 直接要推出的一個 新型的預載型的長岩礁的人工水晶體 它其實是 它叫做ELON 也是來自於群球第二大製造商 MediCounter 那它是這樣 它其實跟我們市場上的 Mediability是非常的類似 它的設計原理也是非常的像 那可以看到就今年的期刊 也有對我們ELON的這個產品有多做介紹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設計的原理 基本上它是透過一個特殊的一個設計 叫Wed Rock Reaching的這樣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右手邊的下面 它是有做焦距延長的效果 那在左手邊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它reflecting the zone 它是非常的Smooth 那我們可以看到水晶點這邊 它完全不做落色的設計 所以它不會有任何的色散的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ELON的 產品跟市場上的Vivity 它們的MTF光學品質的一個比較 可以很明顯看到它的光學品質的比較 它其實是非常的接近 可是可以看得到我們的MediCounter 所出的遺漏的這個長焦段的這個 皮肉的水晶體 它的光學品質還是有略勝這個Vivity一籌這樣 那這是成焦的它的離焦曲線 可以從畫面上看到它的離焦曲線非常的頻寬 所以這個是目前我們的明年會推出的 2023年的長焦焦 那也歡迎醫師可以期待一下 好再來我們就是看看我們的三焦點 三焦點也非常謝謝剛才的學主任 為我們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三焦點它的水晶體是來自於瑞士 也是MediCounter這家公司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七圈落色的三焦點水晶體 那基本上它七圈落色 都可以降低我們夜間的不作用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現在實驗室透過雷射光 那它就是做一個虛擬的模擬 透過水晶體的部分呢 打到去網膜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左上角是Liberty Liberty你可以看得到它基本上它沒有什麼光的乾 所以它在四網膜上投射上去是很清楚的 可是在其他家的部分的三焦點 你可以看到因為它基本上 它落色圈數是非常的多 可能在水晶體上面的 它的光學區可能就是巴澤或是滿板 所以你看到它的光線的干擾式 其實是會有的 所以為什麼有許多的醫師 他不想要做這個三焦點的水晶體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它一下離交曲線 那有些醫師就會問說 哎呀你們的三焦點只有做七圈落色啊 那一定你們遠中近的 相對的一定會沒有那麼好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離交曲線的部分的表現 這離交曲線如果醫師有興趣 今天在參展的時候 我們手上都有拿到目標 它有QR 控 那都可以掃描的 看得到它的離交曲線的情形 那公司幫它做一個比較 紅色是我們的Liberty 那其他藍色啊黃色 跟其他就是Penatis 我們做個比較 基本上可以很明顯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離交曲線跟就是遠中近 都會提供很不錯的 非常非常棒的這樣的一個事物的能力 可以看得出來 這離交曲線其實比其他家的都都蠻 都比較出色這樣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的醫師可以很放心的 我覺得我們相當有信心 這次Liberty 基本上我們覺得說 只要病患它有這樣的預算 它有像事物能力 它有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Liberty真的是醫師很好的選擇 好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我們公司 優勝的公司 今年2022年相當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它是推出了一個 Synx Plus的一個 全系列的一個水晶品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這個產品 在台灣上我們總共有三個產品 就是這是短岩膠的產品 左手邊它是單膠散 中間的這個是短岩膠 右手邊是短岩膠的散光 那這個全系列的產品 基本上它都是法國製造 然後它是預載型的人物水晶體 所以基本上就是 解決了這個醫師在做 裝飾塗射器的 有時候覺得混擾 所以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也是世界上 唯一目前最小的傷口 1.6mm 好 那我們想要就是想要知道就是說 到底我們的 Synx Plus 短岩膠 到底跟其他家的這個 市場上的短岩膠的產品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Optical Design 它的光學設計 到底有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我們短岩加 Synx Plus 的部分設計 它是由兩個ROM來組成的 那ROM2的部分 它是水晶體的基底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Z1的部分 基本上它在中心點 它有加入一個Additional Power 那在Additional Power 那在Additional Power 是它的一個中心的 所以它的Transition 會非常的實用式 那這個Additional Power 的部分呢 也是我們原廠專利的設計 好 那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 它基本上不做落色 所以它不完全不會有一些 設散的一個情況 那再來就是說呢 它除了就是說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狀況之外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重要的是 會選擇EDOF的產品的醫師呢 就是基本上 我們會知道說 光學的品質 大概是有分為兩大類 就是對於EDOF 那第一類呢 就是Brated Blay 類似像Symphony這樣的產品 那第二大類呢 就是像我們Brated Blay 它是iCans的產品 那你就知道 Symphony它基本上還是做落色 那落色的情況之下 就會跟市場上的三焦點 這些落色滿版的這樣子 會有夜間互作用的情形 那所以呢 大部分的醫師如果要選擇 EDOF的產品的話 它會選擇這個球面相差 就是Spliple Operation 這樣的一個部分 但是因為球面相差的 比較可惜 比較缺點的部分 就是說它沒有辦法做焦距延伸太多 所以為什麼市場上 iCans的產品 它的焦距延伸比較短 原因是因為 它如果把這個焦距延伸做得太長的話 就會造成它視覺品質下降 那我們這個Splash短焦 它是為什麼可以做到這個 這個焦距延伸比iCans還來得好 比如說像我們剛才有說到 它是中心點 它加入一個Additional Power 這樣一個專利之外 其實它是利用第四階 跟第六階的高階球面相差 因為它第四階跟第六階的高階球面相差 它剛好是一個OPS的Sight 剛好是一個顛倒的Sight的部分 所以它們可以互相抵銷 而造成焦距延伸 而保有它的視覺的品質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它的設計 也是很像Laser的Studio 基本上它的設計部分 它在Transition的部分 是非常的Smooth的 所以這邊是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Synthesis Plus的部分 剛才有說到有專利 那這邊是它的專利的號碼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比較 我們的Synthesis Plus 跟單焦非常便比起來 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的焦段是 非常有延伸的效果 那這樣的效果 對於這個Rebrated Error 其實它有非常高的Tolerance 所以就是說 有些病它覺得說 度數即便是差了正過50度 病人感覺上 也是會感覺到非常不錯 那也因為這樣的效果 所以很多的醫師 都會使用Micron Mono Vision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一隻眼睛做0度 另外一隻眼睛做50度 所以就會達到非常不錯的 看與看性的效果 那這是我們的Synthesis Plus的水晶體 你可以看到它的長相 它是有四隻腳 好 那這是它的這個 Reflected Zone的一個部分 就是有焦距延長的一個情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離焦曲線 離焦曲線我們的出處都在下方 就是說可以去QR後 掃一下它的離焦曲線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做離焦曲線 拿這個Synthesis Plus 我們來跟蛋焦非球麵 還有市場上 所謂的EDLF的產品 來做一些比較 那紅色的部分是Mono Focal 那我們可以看到淺藍色跟深藍色 它是iCANX跟ISO Pure的產品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iCANX跟ISO Pure 基本上它都已經比蛋焦非球麵 來得有焦距延伸 其實效果已經相當不錯了 但因為國際上 它把這個ISO Pure跟iCANX的部分 它不是把它當成EDLF 它其實是把它當成是Mono Focal Plus 那所以它是Mono Focal Plus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也看到到 它離焦曲線其實基本上 已經比蛋焦非球麵 來得很焦距延伸蠻多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市場上 就是國際的市場上 比較認證焦距延伸的產品 是Vivity 就是綠色的這一條 那我們可以 我們的產品是Synthesis Plus 是黃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來就是 我們的產品跟Vivity 它的離焦曲線是走的是蠻近的 它可以提供不錯的遠距離 也有不錯的中距離 還有一些功德性的近距離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Vivity的產品 它在市場上定位是長延焦 是收七萬五 那我們Synthesis Plus的水晶品 我們在台灣的 把它定位是短延焦 所以我想 對於病人來說 它可以用透過 四萬塊這樣的區間 可是它可以提供它 它有一個很好的遠距離 中距離 然後還有一些不錯的近距離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Synthesis Plus的 這個很特殊的一個 部分的一個特別的地方 它是在水晶品的部分 10度到30度的時候 原廠會提供0.25一跳 也就是說可以透過這個0.25一跳 可以更好的一個矯正 好 那這也是原廠 非常Blender裡的一個設計 也就是說 我們這支的水晶體 它會隨著病人的囊帶的大小 而自動的size會做調整 因為我們通常 我們Capsule Size 大概是在9.8到10.9 那這個原廠它的設計 會依照病人不同的囊帶的需求 提供不同大小的水晶體 所以它算是非常偏心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是國外的醫師 在ESCRS 他做了一個臨床的報告 針對這個Sysus Plus 他的一個感受度是如何 因為他有講到就是說 這是一個新型的EOF 那基本上這位醫師呢 是Binvagan Visio IOL Consultant 他也是蔡司的 Consultant 那所以他是長期 在使用ISOPL這個產品 那他就發現說 ISOPL這產品到底都有 Sysus Plus 產品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所以他做了一個研究 就發現說其實 這個是他的做出來的一個 就是說 ISOPL跟Sysus Plus 的一個鋰膠曲線 所以他就感覺到說 其實ISOPL 他其實我剛才有說到 他其實算是一個 Monofocalic Plus 可是他就覺得說 我們Sysus Plus 進來 我們Sysus Plus 這個水晶體 進來看鋰膠曲線 比ISOPL還能來得更好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的Result 就覺得說 我們這次Sysus Plus 水晶體其實在短鋰膠的表現當中 真的是相當的出色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另外一位 在2021年的醫師 他也是在做一個 臨床的一個報告的研究 那他就發現到說 這個 我們的新型的 這個EDOF的這個產品 他也來做一個 想要來看看他 到底他的狀況是如何 所以呢他就是 有 找了16個病人 27隻眼睛 來做一個 來做的研究報告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 Result的部分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他的 基本上 他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 遠距離的視力 跟近距離的視力 也就是說 遠距離的視力 在最佳矯正之後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畫面上 大概八九成以上的視力 都可以達到 0.8到1.0 那近距離的部分呢 其實在最佳矯正之後呢 他大概也有五六成 有0.6以上的水準 那體面上 就在我們的產品 如果還沒有最佳矯正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可以在畫面上 可以看到說 大概都有九成以上 有0.6以上的這樣的水準 所以這個 其實他覺得 其實他真的是還不錯耶 提供近距離 有一個不錯的功能性 那這是他的離焦曲線 可以看得出來也是非常平凡 那所以呢 這醫師呢 他就說到就是說 這隻水準的裏照 他就覺得說 他基本上啊 他可以提供一個 就是滿不錯的遠距離 然後呢 也有提供不錯的中距離 那甚至近距離的部分呢 他也提供一些功能性的近距離 那他也說到就是說 如果呢 很多醫師如果可以用那個 MinoFocal MonoVision的這個 Approach的這樣一個做法的話 就是一隻眼睛流0度 另外一隻眼睛流50度的話 就會加 就讓病人更感覺到 近距離真的是能夠提供 看影跟看鏡的一些效果這樣 所以他最後的結論就覺得說 欸 這隻CISIS Plus 真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一個功能性的 一個近距離的水晶體喔 好 那以上呢 是我們這個 短言加CISIS Plus 它的一個設計喔 目前呢 在我們公司呢 已經進了完整的 短言交的產品的度數 那非常歡迎醫師呢 有興趣可以跟我們 當區的業務喔 來做洽訊 我們可以提供這個水晶體 來給我們醫師做使用 好 那最後呢我要講到這個 疊加式的水晶體喔 它非常特別 那疊加式水晶體呢 它其實來自也是 我剛剛所說的 它是第二道的水晶體製造商 MediCounter 那疊加式水晶體 我們知道早期也有出 比較有出這種疊加式的水晶體 但是它是做的 腳位跟我們這個疊加式的腳位 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它是不太一樣的喔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腳位 是四個loop 所以它基本上是放在 薩克斯的這樣的一個位置喔 那非常好置入 而且不容易做旋轉 那也就是說呢 早期的醫師 早期的病人 他可能是用單膠點 單膠非常麵的殘米 或者是他用健保片 那就發現說 用了之後 就是當時可能十幾年 但是太久的時間的時候呢 他發現說 我沒有太好的膠點 可以做選擇 可是他又發現說 我代老化眼睛 其實是真的非常困 那我們知道手術過後 很久也不可能再做 二次的水晶體製罐嘛 所以我們覺得 提供後這一家 疊加式水晶體喔 就可以提升病人 這樣的升級的可能性喔 針對就是說 如果他在腳症過後呢 發現了步驟的誤差 或者是他覺得 以前呢 他想做健保片啊 或者是單膠飛球面啊 他覺得說 他想要做一個升級的動作的話 我想我們疊加式水晶體 可以提供這樣的一個需求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這支疊加式水晶體呢 他到底是影片是怎麼樣來做吧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水晶體喔 那四個四方肌肉 也有四個腳的loop 那基本上呢 因為他是做四個形式腳的loop 所以他基本上呢 是不容易旋轉的 尤其在做閃光矯正的過程當中呢 不容易旋轉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喔 所以可以很明顯的比較 就是跟傳統的水晶體 他的四個腳是相對的穩定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基本上 他也不會卡到鴻膜 因為他是四邊的情況 那字路也非常的方便喔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畫面 就是說 做了一個Maple之後呢 我們就從Maple機器 打入到SAC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用器 先做一個正確的選擇方式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實際的手術的影片 好 這個病人呢 他是一個計畫性的 一個兩階段的手術喔 他因為他要確保 最好的三焦點的度數 所以他在一個月前呢 接受了彈交飛球面的散光的置入 那他也是選擇 我們Bipelix 剛才說的 這個輸水性的一載性的水晶體 那他做了手術之後呢 他就發現說 他想要做這個疑架式水晶體 所以我們在 囊帶的水晶體的部分呢 我們先注入到玻璃體喔 我們可以注入滿滿的玻璃體 讓他製造一點空間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 進入到我們的 第一家式水晶體 可以看到我們 進入之後呢 非常的方便跟簡單喔 那我們就要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把腳位喔 把它旋轉到Iris的下方 讓他確保他的腳呢 是沒有彎折的形形 然後幫他做個旋轉一個部分 然後確保他的腳呢 是平整 沒有折到這樣子 好 那如果確保是沒有折到之後 我們就要移除人工玻璃體喔 好 那你要記得就是說 我們在囊帶的水晶體 跟這個 SACS的這個 疑架式水晶體呢 中間有許多的玻璃體 一定要清除乾淨 尤其是邊邊角角的地方喔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 一個方耐心的呢 把這個移除 它的玻璃體的部分 但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移除玻璃體 其實也是非常的輕鬆喔 但是角度就是要 移除乾淨這樣子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就是說 基本上門藝術玻璃體之後 也有很大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迪達式的水晶體 要做自宗的動作 也就是我們透過顯微機 可以看到它的反射光喔 所以要把它做圓圈圈 這個中心眼的圓圈圈 要自宗的一個對齊 在中間邊這樣子 對 所以自宗的動作是非常重要喔 那最後一個病人呢 他其實在3月份的時候 他有發現 就是他有散光的情形 那他先做左眼 他要散光了300度喔 那後來呢 他就是後來在回診之後 他散光的角度非常不錯了這樣 那接下來他就處理右眼的部分 那右眼當時有225度的散光 那後來呢 他處理之後呢 回診之後 他散光一次解決得非常不錯這樣 後來在 那在之後 5月份的時候呢 他就做了第一家式的水晶體喔 基本上散光的速度 都也是非常的正確喔 那受過之後 回診也是覺得說很滿意 那我們可以透過利器燈 可以看到這兩片水晶體喔 我們可以看到他就是 兩片水晶體中間 還有保有空間喔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中心點 非常的致重 而這個病呢 在術後的第二天也非常的滿意 就是說欸 近距離都幾乎都看得到了這樣子 所以他的 Tomasakis 的位置喔 所以是基本上是非常好記錄這樣 最後就是我們公司 有帶你的優化儀器的產品 以及全方位的同妹的一個檢查的儀器 可以滿足我們醫師的需要 那再來就是剛才我介紹到他的水晶體的部分 在公司各樣能夠提供醫師在不同的需求 從健保片一直到我們的別家式水晶體都已經被相當的齊全 還有他的眼科的我們相對的一些細油啊 玻璃體啊 都有非常完整的提供 那最後呢 真的是很謝謝各位醫師今天的力量喔 那真的是非常謝謝醫師 謝謝大家